我们现在念经虽然都会在每种功课之前去祈求相应的事情 但是不是念经的目的并不是为了求保佑 而是在于菩萨街气场学习佛菩萨的智慧慈悲和思想 嗯就完全正确 为什么呢我这次到某本去的话 在机场碰到一个小女孩 她就跟我说台长我天天求啊 哎呀我要求我自己的身份啊 求求求求求为什么求的不灵 很简单的你知道为什么吗 还不简单吗 就是一个简单的问题 因为她有所求而有所不求 因为你有所得而有所不得 你无所得你才能得到 你不去只管耕耘不问收获 你一定能得到收获 她完全的是求着她的身份 她念经也是为了身份 她做功德也为说分 她什么都是为了这个身份 最后她就得不到了 为什么她命更当中没有 你怎么得呢 你应该不断的种种子 我不去求这个事情 我就是学佛修心 我回去我也无所谓 我在这里我谢谢菩萨 你抱着这种心 你才能真正的得到这个种子 你说我说对不对 对对对对 因为菩萨他也不能改变我们的因果 对呀 你命中没有的话 菩萨会把你硬拿一个来 也是因为你中了这个善因 中了很大了 菩萨才能帮你转换成 对不对呀 这个能量转换成物质 物质能够转换成能量 爱因斯坦都研究出来的 对不对 对对对 实际上我们还是 如果得到了菩萨的智慧 就可以在菩萨带领下 自己去改变自己的命运 那对 你只要这个方向正确 你当然能改变自己命运 所以为什么台长叫你们 不要之所以这种神通啊 就是让你们自己来改变自己的命运 对不对呀 对对 对我感觉如果要是为了求得到 才去念经 就像是走进了一个误区 导致幸福 现在非常辛苦 你想想看 对啊 你想想看过去那些老八婆老妈妈 除了一辈子的都没求到 最后稀里糊涂 两腿一灯走了 哎呀菩萨怎么不救我啊 他根本不懂 怎么叫学佛 怎么叫求佛 他到了最后 他什么都不知道 他就离开了 因为他不知道 没有种子 你再浇花 再浇水 再晒太阳 你也长不大 因为没有种子呀 小姐 是是是 对 而且我感觉如果要是有求的话 就一定会越来越贪 然后一得不到 就会产生烦恼心 对 求不得 本来就是人生八大苦之一 对了 完全正确 小孩都非常非常精进 台上非常喜欢 谢谢师父 我觉得我们应该非常快乐的去学佛念经吃素 就知道 就是不求呀 就不求呀 不要去求呀 你就好好的 你就好好的拜佛念经 修炼自己 到了一定的时候 菩萨什么都会给你的呀 用不着你自己去求来的 求来的是假的 谁要来的那是真的 对不对呀 对对对 就是不是为了得到而去学佛 而把佛法当成佛菩萨街祭场的一个通道 这样一旦得不到的话 你不会去怪对佛菩萨不理由 相反 如果一旦要是能得到了 就会更加感恩气精进的 对呀 这就是人生的 一样的 你对人家好 你不要等到人家说 他怎么还不对我好啊 你不要 你就对人家好 等到人家对你好的时候 你就觉得 哎呀 他为什么对我这么好 我真的很开心啊 这世上 世界上有这么好的人 世界上是因为你不识出去的 只不过你把他忘了 你不识出去 对人家好 你都忘了 等到人家环抱你的时候 回报你的时候 你才感觉到 哎呀 这个世界多美丽 我没对人家怎么好 为什么他们都对我这么好 听得懂了吗 听懂了 好 男呢 Commander 感谢观看